第二百二十六集 改变历史进程的小人物 杜发财阴沉沉的 就算是金马吉士堂 也不得在我这街天楼捣乱 就算是你主子 第五轻柔 也不行 杜发财双目之中 发出了冷酷的光彩 却平静地看着景梦魂 景梦魂的脸色瞬间难看起来 他也一瞬间醒悟过来 眼前这个人 可不是任由自己 可以搓圆捏扁的角色 这是竹子的人 中三天最大的黑暗势力的人 若真的闹翻了 惹恼了军西竹 那个疯狂的女人 是绝对不介意 将自己在中三天的黑社会 拉到下三天来历练历练的 作为黑暗面的掌控者 这位暗逐 只是保留了一份对规则的敬重 但在其他方面 却又完全无视这规则的约束 所以 中三天若干实力 只有暗逐的势力 可以到下三天来赚银子 原因很简单 谁见过黑社会 会真的遵守法律的 幸亏也只是赚银子 倘若再搞些什么其他的 那可就真的受不了了 第五清柔现在在府中等着 在他的对面就是高升 自从中三天的各大家族来到中州以后 高升就开始身居简出 就算是迫不得已要出去 也是蒙着面纱 连他那些属下们也都蒙着脸 不让任何人认出来 高大少爷心中有个顾忌 那份顾忌 乃是高升的噩梦 虽然那个噩梦到现在还没有出现 但高升却不敢有半点疏忽 左孽啊 高升无数次在心里头哀怨的呼唤 每次想起那位呼颜姑娘 高大少就像突然间吃了个苍蝇 那种腻味 就甭提了 相爷 依您看来 这次行动 有几成把握将那楚颜王积获 现在只能说是那冒牌的楚公子 还不能就说是楚颜王 第五轻柔何须地道 在景王座回来之前 任何事情都有可能发生的 如此周密的安排 如此雷霆万军的行动 难道相爷还以为 会有什么意外吗 高升诧异地问道 在他心里 这次行动绝对是万无一失 楚颜王插翅难逃 在做任何一件事情之前 在竭尽全力尽力往最好处去做的同时 也要将那种即将成功的喜悦 无限地缩小 尽可能地去想一想 可能会遇到什么阻碍啊 第五轻柔目光深沉 如此才能获取一个又一个的惊喜 哪怕是预料之中的成功 也能给自己一种惊喜的成就感 任何一点得意忘形和自信满满 都可能导致一场惊败 而且在那种心态下 一旦惊败 对自己心里的巨大冲击将是难以接受的 第五轻柔深深地看着高升 高升啊 你要记住这点 高升深深地沉思着这几句话 点了点头 自古以来 多少英雄将帅 在即将成功的时候遭遇打击 在后人看来 在那种时候 那种实力之下 就算是遭受了打击 也绝对不能毁灭 但世事之离奇 却难以预料 那位将帅 往往就是在那次打击之后 一蹶不振 并败如山倒 从而导致整个战局实力 你可知为什么呀 期望太大 心魔反噬 高升似懂不懂地问道 也对 也不对 是因为他们自己败给了自己 在发出了那自以为能够稳稳地决定胜负的一击 或者一个计划的时候 就已经在准备庆功了 但就在这个时候的失败 才是最致命的 在此之前 千般失败 都不会打垮一个人 却会在这种时候 完全的一败涂地 所以呢 古往今来 有很多的战争例子 后人至今研究起来 百思不得其解 因为 无论从哪个方面来说 都不应该失败 可却偏偏就失败了 军事研究谋略家们 称之为谜案 但是 这件事说穿了 不过就是一点 那位统帅的心乱了 心败了 所以 他在那个时候 做出的任何决定 都是错误的 失败 也就不可避免了 我不想在这种时候失败 第五轻柔淡淡地道 所以 我也从来不会去想 胜利之后的事情 我明白了 高声心悦成福 在即将成功的时候 是每个人最为激动的时刻 倘若那个时候遭遇打击 第五轻柔所说的 是一种最难的 对自己心理的把握 你将来还是要纵横中三天的 这点对你的心态来说 尤其重要 第五轻柔 尊尊叫道 是 就在这时 下人进来禀报 禀相爷 宫中陆总管 奉旨前来 圣旨 第五轻柔 眉头微微一皱 这是很遥远的两个字了 自从陛下对自己 从信任到猜疑 到遗迹 到防备 到痛恨 之后 自己就从来没有 接到过什么圣旨了 怎么这次 圣旨却在这种时候来了呢 让他进来 不多时 路人甲大总管 抖着一身白白胖胖的肉 走了进来 脸上带着不满 接圣旨 要在正堂之中 焚香百案 全家老少一起迎接 三桂九寇 山呼万岁之后 才开始接圣旨 如今 第五轻柔 居然就在书房中接圣旨 路大总管很不高兴了 圣旨到 第五轻柔 接旨 路人甲用自己的公鸭嗓子 拉着长腔 看着第五轻柔 喊了一嗓子 第五轻柔 安坐在椅子上不动 平静地看着他 这种平静 却深邃如海 让对面的路人甲大总管 觉得心中 突然间的 没来由的一阵惶恐 他是奉圣旨而来 但此刻 却有一个感觉 第五轻柔 正站在云端之上 避泥不屑地看着他 眼神虽然没有半点感情 但路人甲 却分明能够感受到 其中的不屑 而自己这位大总管 此刻 正如一个 正在山脚下的蝼蚁 在被人俯视着 这种感觉 让路大总管 很是不爽 他认为 自己被藐视了 再怎么说 自己也是一个 位高权重的大总管呢 在失去了一些 男人应有的东西之后 对于金钱美色 路总管 已经没有什么要求 但却是越来越 在乎权力 威视 尤其是那种需要被别人敬重的那种感觉 越来越强烈 甚至 他的自尊 已经强烈到一个变态的地步 圣旨到 第五轻柔 接旨 在没有得到意料中 自己最想要的那种回应的时候 路总管 看着第五轻柔 又重复的喊了一场子 第五轻柔 眉头轻轻的皱了皱 然后 路人甲 突然就莫名的感觉到 自己浑身一阵冰凉 念 第五轻柔 神色依旧平静 眼神中 依然是一片凝冻的深邃 只是轻轻的说了这么一个字 就将路人甲那变态的自尊 击得粉碎 在这一刻 他明明白白的感觉到 自己若是不念 那么 就再也没有念的机会了 在他身后的四个充当仪仗的小太监 已经吓得八条腿一起 哆嗦颤抖起来 奉天成运 皇历照曰 中压嗓刚刚开始念诵 念内容 第五轻柔就平静的说道 啊 路人甲一阵的憋气 几乎憋出内伤来 责令第五轻柔 将皇宫宝库中的一阴护品 归还国库 路人甲终于还是抵挡不住这股压力 只将重点部分念了出来 皇宫宝库被窃了 第五轻柔皱着眉头自言自语 要我归还 他的声音中带着一种失笑的意思 一边的高声几乎要笑出声来 出去 第五轻柔眼皮轻轻的翻起来 看着路人甲 路人甲大怒 他忍着气 第五项爷 杂家来此之前 陛下曾经千叮宁万嘱咐 言道 第五项爷取了些东西 必然是取之有道 用之有图 不过 那毕竟是历代皇家储存的根本之所在 还希望第五项爷 体谅一下陛下的难办 我会体谅的 第五轻柔淡淡说道 这句话让陆总管一阵翻白眼 皇上说让你体谅 只是一句客套话 你居然还真的体谅上了 皇上还有一道考虑 路人甲咬着牙 转了转眼珠子 嗯 第五轻柔脸色 眼色都不对 但是陆总管分明就感到一种不耐烦的意味 陛下说 希望第五轻柔能够懂得进退 不要做一个逆臣贼子 否则 朕也只能不惜一切代价 除去此了 路人甲慢慢的说道 其实这句话并不是皇帝的口语 乃是皇帝与皇后 在一次交谈的时候 跟皇后的私密话 当时陆总管正在不远处 随时伺候着 听到了这句话之后 自然就在自己心里 将第五轻柔归入到那种 随时可能被抄家灭族的 失宠大臣的行列里 能让皇上说出这一段话来 难道这位做臣子的 还能有什么好处吗 丞相又如何呀 历朝历代 那些功高盖主的臣子们 多了去了 有哪一个不是被皇帝杀了的 你第五轻柔纵然全是滔天 也不过是个臣子嘛 所以 今天陆总管为了维护自己那种强烈到可怜的子尊 阴冷的将这句话说了出来 他很期望第五轻柔在听到自己这句话之后 汉流浃背的跪在地上连连扣头的那种可怜样子 倘若那样的话 陆总管绝对会高傲的说 既之如此 何必当冲啊 咱家也是无能为力 然后拂袖而去 留下一个失魂落魄的第五轻柔 你他娘子就后悔去吧 果不其然 第五轻柔在听了这句话之后 脸色是有了变化 目光慢慢的阴冷下来 脸上也似乎是慢慢的笼罩了一层寒冰 这是陛下的原话 第五轻柔沉沉的说道 当然 陆总管昂的头 麻烦你回顶陛下 我第五轻柔记住了 我会给陛下一个满意的交代的 路人甲还未来得及说话 一边的高声一挥手 来人 将这几个太监扔出去 刹那间进了几个如棱似乎的大汉 抓起了路人甲等五个人 毫不留情的连拖带拽赶了出去 相爷不必生气 这句话未必就是皇帝说的 高声安慰道 我知道 这绝对不是皇帝的口语 第五轻柔轻轻的笑了笑 既然如此 为何相爷 这虽然绝不是皇帝的口语 皇帝却也一定说过这句话 第五轻柔慢慢说道 皇帝说过这句话 那是必然的 无风不齐浪 路人甲一个太监 给他天大的胆子 也不敢捏造皇帝口语啊 如今 他既然能说出这句话来 那必定就是皇帝说过 皇族与第五轻柔之间的矛盾 由来已久 但双方从来也没有彻底的撕破脸 皇室既恨第五轻柔 恨不得将第五轻柔 这位前所未有的权臣碎之碗断 但是也知道 现在的大赵 还不能没有第五轻柔 大家都彼此心知肚明 大赵要的是江山永固 荣华富贵 君临天下 而第五轻柔耀的 却是统一天下 建立无双霸业 第226集到此结束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